首先,在判决书里显示 杨彦均在他的证言和辨认笔录里 他是乘坐电梯来到了保姆房门口 警方在后来调取的监控里 发现杨彦均并非乘坐的是保姆电梯 而是乘坐1号电梯 也就是1802入户门那部电梯 这里要说一下蓝色前浆的电梯分布 1号和2号电梯是到达1801业主的房门口 也就是朱小珍邻居的电梯门口 3号和4号电梯到达的则是1802门口 也就是朱小珍家的门口 5号电梯是保姆电梯 可以直接到达这两家的门口 所以杨彦均首先乘坐的是1号电梯 到达了1801业主的门口 然后打开消防门 到达1802门口 并没有直接乘坐保姆电梯 到达保姆房门口 这是杨彦均第一个谎言 在火灾发生之后 杨彦均也接受了财新网记者的采访 也是杨彦均唯一一次接受采访的记录 杨彦均当时向记者说的是 他从1号电梯出来之后 穿过消防楼梯到达1802大门口 还大声地向里面喊了有人吗 随后 莫焕金拿了一个小台灯走了出来 大家注意 杨彦均面对采访时的说法和警方调查后 案卷里的陈述完全相反 杨彦均当时跟警方说的是 他先乘坐保姆电梯到达的保姆房门口 看到的莫焕金 而在杨彦均接受采访和当时的监控录像里显示 杨彦均是在1802大门口看到莫焕金的 这是杨彦均第二个谎言 杨彦均说 他在消防电梯通道的柜子里 拿了一块毛巾捂住嘴 往1802大门里冲 由于烟太大 他钻不进去 冲了几次之后就只好退了出来 当时杨彦均觉得自己能救一个是一个 于是他赶紧带着莫焕金下楼 此时的莫焕金犹豫了起来 突然要求上楼拿东西 让杨彦均等他一下 于是 莫焕金就从消防楼梯往19楼走 杨彦均在原地等待 就在杨彦均越等越着急的时候 莫焕金就下来了 以上是杨彦均在接受采访中的说辞 但是在警方调取当时监控录像却显示 杨彦均是在5点11分18秒乘坐的2号电梯去的19楼 也就是说 杨彦均自己单独去了19楼 谎称是莫焕金去了19楼 这是杨彦均第三个谎言 记者接着问杨彦均 为什么莫焕金要往19楼走呢 杨彦均回答道 根据他当时的推测 莫焕金可能是想要逃跑 但是因为这个楼梯是封闭的 也没有别的出口 所以莫焕金只能下来了 杨彦均接着说 他不断地催促莫焕金赶紧走 但是莫焕金突然又说门没有关 然后莫焕金走回去 把半开的1802大门关上 之后莫焕金跟随杨彦均 回到了对面1801消防通道 乘坐邻居的业主电梯下楼 我们再来看看 当时警方提供的监控记录 监控显示 杨彦均5011分18秒到达19楼 直到6分多钟之后 也就是5016分06秒 才从17楼与莫焕金乘坐的电梯 到达1楼 而不是杨彦均所描述的 是从18楼离开的 在这6分多钟的时间里面 杨彦均和莫焕金到底做了什么 我们不得而知 这是盲区中消失的时间 更是非常重要的时间段 因为没有监控记录 没有第三方作证 只有莫焕金和杨彦均的双方说辞 在这里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 杨彦均是5点08分06秒 第一个到达18楼1802的 请注意 朱小珍最后一个报警电话 是5点11分 大家也都听到过那个录音 声音非常的大 那么在安静的清晨 杨彦均 怎么可能听不到朱小珍的声音呢 这个时间段杨彦均到底干了什么呢 杨彦均为什么就要一口咬定 莫焕金是故意关上1802的大门呢 这一点是加重莫焕金纵火杀人的主观故意 这摆明了就是 杨彦均巴不得莫焕金赶紧死 从案卷和相关新闻报道来看 杨彦均和莫焕金之前并不熟悉 更没有血海深仇 那么杨彦均为何又要作伪证来治莫焕金于死地呢 莫焕金的口供也和杨彦均完全不一样 莫焕金说 他是从保姆房门口出来之后 才碰到了杨彦均 然后和杨彦均一起乘坐保姆电梯到达一楼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杨彦均也好 还是莫焕金也罢 都提供了不符合事实的口供和笔录 也就是双方都在撒谎 如果说莫焕金作为犯罪嫌疑人和当事人撒谎 是为了逃避责任 可以理解 无论是从案卷还是当时的新闻报道来看 杨彦均和朱小珍还有林生斌 没有一毛钱关系 那么杨彦均为何一次又一次地提供假的正言和笔录呢 又为何堂而皇之地作伪证呢 再看当时的林生斌 努力在各大媒体和微博面前宣称 自己要力求真相 杨彦均作伪证这么大的疑点 或许就是揭开真相的关键人物 林生斌居然选择了放弃 把所有心思都用在不停煽动舆论 与物业和消防打官司 一心惦记上亿赔款 这种迷之操作 当年居然还有那么多人相信 同情杨彦均作伪证居然还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随后杨彦均就彻底失联了 以上是本人根据当时的案卷 和新闻采访记录而陈述的 如果你喜欢大象的视频 请点赞关注 如果你有不同的观点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理性讨论 谢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